我媽媽告訴我 經常吃完飯 黃粉時間就這樣捕著 好像看整個小時 我記得當時有英國的剪片師 在剪業室裡再看你怎樣剪 把機器關掉了 大家歡迎收看周末大衛營 其實是這個《笑聲救地球》第三輯 原來還是威哥會館 為什麼明明還是威哥會館 又要說錯剛才那兩個節目 因為我們今天找到這兩個節目的 節目主持人就是David哥 胡大衛導演 謝謝David哥 回來香港真的 就是剛剛周末 周末就是周末大衛營 我想找你很久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你 周末大衛營 《笑聲救地球》 也知道你文武存在 什麼都有碰過一下 有剪接、導演、編劇、主持 很多事情都兼顧到 有句對白叫周新都 跟著那句你也知道 叫龍張利 那個年代的氣候 就是你只要是電影的製作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機會 還有很多飛過來的機會 要你一身兼記跡 所以有很多我們看到 有攝影、長機也做 茶水也做了 茶水好像沒有 記錯了 不過我想問你近年 你多數都是留在加拿大還是美國 這幾年我都到處走 你如果問我住在哪 我住在那些 Apple Tilton 什麼酒店 因為這幾年也有很多老朋友 一個電話來發了幾年時間 都會在內地上海、北京 那些女友的 吳宇森、徐克導演、王家衛導演 他總之一吹雞便便有庇頭 所以最近有一個老朋友 前前失散、戰鬥重逢 同時半夜三更三點幾 一個電話來 擹雞便便一吹雞便便有庇頭 做了訓導演何卓天導演 他新戲為他剪製 是 一套黑色喜劇 叫做《死思死時44》 這麼多年有沒有說 最喜歡哪個崗位呢 最喜歡嗎 最喜歡導演 因為導演站到上戰場 你是個司令 是個主帥 就是一隊團隊全部看著你的方向 如果出了軌 脫掉了教會很大問題 要兼顧很多由度劇本開始 怎樣處理劇本 怎樣講故事 然後到拍攝期間 現場很多 每天都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包括現場調動 包括天氣 包括演員 所以有個導演說 做導演其實是心理專家 有時候又要做保母 要有很多方法去完成你的使命 拍完一部電影 你問我 我首選就是導演 第二就是剪片 剪接 第三就是編劇 編劇其實也挺辛苦 要無眾生有 如果無眾生有不到 就塞了招 變成天下文章一大抄 去抄人 第四反而是演員 我覺得做演員 當年黃金時代 你看到差不多全部戲裡面都有喜劇的元素 愛情故事也要笑 動作片也要笑 古裝也要笑 形成了很多機會被電影工作者或演員 從幕後跳出去 做喜劇 我又是一個機緣盒 又是跳出去做演員 但我覺得做演員要有很多條件 我覺得香港演員其實是全世界應變能力最強 最適應環境 舉個例子 是誰 原來是他 在尖沙咀河內拍一場街景 街景要生離死別 一望周圍 大概有200個人圍著你 當年沒有手機 有手機就拍了 已經出道版了 200多人圍著你 旁邊有打莊 你還要跟小彬彬生離死別 哭了 飆了眼淚 有很多人說要培養情緒 但他一按鍵就要來 是否大小不良 是大小不良 那個就是岑建勳 兩個人要在街上抱著哭了 另外一個 你在什麼環境都要盡量 給你的表現出來 要交功課 另外一個例子 我記得是白髮魔女傳 當年在沙田山頂搭了一個景 很大的景 誰知道打風一聲吹走 由風又雨 停了一個星期 好像沒有 不知道多少 然後Leslie哥哥和林青霞 又要拍一場水中浪漫的戲 你們看成品就很浪漫 很安然前面 但拍攝的時候 一說對白就變成練藝術很浪漫 旁邊的水池已經養了很多青蛙 然後又說對白人 演員就要應付這些環境 但放出來的畫面 完全看不到那些 我覺得做一個演員 就要有很多這些條件去完成你做演員的使命 但我自問我真的不會有這樣的材料 我只會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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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是不是很小時候已經拍電影發燒油 或者說你小時候已經拍實現電影 其實我媽媽的肚子已經是電影發燒油 因為那個年代 我媽媽和爸爸 那個年代他們主要的娛樂是看電影的 收音機都有 但是主要娛樂 我想他們一個星期看兩三套電影 看那些隔離哥尼泊 我得你下面 Grace Kelly 那些Casa Blanca 我想我在那套電影跟著他們看 從小的時候 幾歲我都忘記了 我媽媽告訴我 因為我們家對面是龍城戲院 那時候應該是 那些海報很大 是畫版 是畫版 我媽媽告訴我 我經常吃完飯 在黃粉時間 就這樣捕在騎樓 看那些畫版 好像看整個小時 差不多令我想起 星光鋪我心的小朋友 到中學的時候 就開始拍實現電影 實現電影那時候沒有錢 一天我記得 都幾窮一下 一天的袋子只有一元 一元就是兩毫子 兩毫子來回巴士 就變成四毫子 剩下六毫子 六毫子 看四毫子就剩下兩毫子 沒得吃飯 要喝汽水 不要說你有沒有錢買菲林 還有八美尼攝影鏡 就出招 班裏面有個比較上的富家子弟 立刻和他朋友 一朋友就借鏡鏡給我拍 那時候就沒有錢買菲林 那時候是一卷菲林 都很貴的 那些八美尼 你買回來要慢慢 很珍惜地拍 不像現在一樣 我都要拍攝鏡頭 就好像不斷拍 很珍惜 即是黃金 你拍完之後 又不捨得剪 因為又是錢 你不可能一剪才拍 一丟就丟 所以資源 都在一卷一卷菲林 就不敢剪 不要說拍慢鏡 因為一拍慢鏡 你用攝影機 一拍攝的時候 一按鍵 都沒有行動 已經沒有那麼大 一半 所以拍慢鏡很奢侈 後來到了一個階段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有一次拍攝一個鏡頭 就是拍馬路 很多人在過馬路 好像在廉坦道那裡 人山人海那裡 我拍攝的時候 那些人看過我的鏡頭 那些人看過我的鏡頭 在那裡搞什麼 又過了 拍完那個鏡頭 另外又拍 演外地 看到一個十方者 地板在沙本 垃圾桶上 找一個合藥 thuó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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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喝 於有限 然後上上 della一天 有一天的電燈台出現 不如让他嘗試 對兩段片 播放在一起 Separ 상議 日本史ր的那些東西 很有似 dainho 一直在看伯伯在喝汽水 喝得很有趣 那時候開了我的腦窗盤 說原來剪接是這樣的 加上我記得我第一出電影 最有印象的就是《桂河橋》 那時候差不多1957年 我都幾歲 六歲 戲院裡面看銀幕 很奇怪 後面放映室的燈 有一道白光射上銀幕 那時候我找畫面的來源 看到窗門有些光出來 原來是放畫面出來的 那時候很小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剪接 那時候看到那些為什麼有些英軍的臉 這麼大的特寫 又有那些集中營 是粗的在泥裡 還有音樂 音樂是口哨音樂 我還記得 咦 這麼有趣 那我再看 全部戲院的觀眾就看著銀幕 我想我裡面只有四眼仔 就是看後面那兩個窗 突然間看到窗 從左邊跳到右邊 畫面跳到一個全景 我們平時看電影是一個全景 沒有特寫沒有遠景沒有中景 咦 我說 就是有一個轉鏡頭 其實不是 這些放映機就轉了另一卷 第一卷轉了 那我就覺得是 那種可能 然後到發展 一跳就跳到中學 剛才說的拍攝電影 開了小妖竅 然後就 成日就是 希望有這樣的機會 例如夢想 就是 做電影 可能那時候 第二 在中學的時候 已經覺得 我將來一定要做電影 我想不到做什麼 我想不到去做銀行Teller 或者去做管理員 想不到 只是想到那個方向 就是 可不可以 但是是一個夢想 所以一變變後面 一個機緣巧合 變成一個夢想 就是 當年我 剛剛讀理工 第一年 那一年 就是發現到 一種星島日報 裡面 招考 某大片場 招考剪接學徒 哇 下一聲 又多個燈膽出來 那個就是邵氏 超級公司 超級公司 那 就 馬上報名 給爸爸知道 爸爸知道 哇 拍桌子 反面 現在讀理工 荒廢學業 去 山窮水院 去到 清水灣 要學徒 學徒 學徒 他肯定是 那時候要後院斬柴 要煲水 要被師父打 找朋友打 那些 但我 其實那時候的決心 挺大的 我跟他承諾一樣 如果讓我 考到 取六島 那 就會承諾你 晚上 繼續 完成理工的課程 晚上 是在 側如沖 側如沖 理工 晚上 7時 漲到 去考 很多人考 三百多人考 裡面考取 我想只有三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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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問題一考 我想 我已經 踏了 那 考官 整頁部的主任 已經 說 考考你 你知不知道 剪接是什麼 糟了 怎麼回答 回答不了 我知道 剪接 剪接是等於 採訪一樣 將一件衣服的前複 或者領 或者袖口 或者後複 組成一件衣服 就形成一件衣服 就像電影一樣 很多鏡頭 那時候 立刻flashback到桂河橋 人過馬路 組成一齊 電影 搓 就死了 沒有行 那就死了 就吃白果 誰知道 兩個禮拜不到 之後 信黎說 現在取錄了你 嘩 那時候 彈起跳 心彈起跳 然後 爸爸的反應就是 但我 答應了 承諾 我能做到 晚上 很辛苦 晚上 在清水灣 六點鐘下班 坐廠車 去到九龍城碼頭 跳過 去過 杜輪 然後去北角 上岸 跳上小便 直踩 側如蔥 煩 那時候買過麵包 雞尾包 打破 那時候 這樣捱我 有拳火 有動力 有火 繼續讀 理工的設計 那時候 終於被我完成了 完成了 在邵氏學師的時候 頭幾年 就是 晚上六點鐘 七點鐘 晚上十點鐘 上班 那段時間 都挺 辛苦 但覺得 是一個樂趣 然後 到 學習階段 都很辛苦 因為學習的時候 那時候 我覺得 那些 師傅 很少 說 說給你聽 我也很清楚 讓你自己 好像夜馬 那樣自由發揮 你學到 學到 學不到 你看到 看不到 是啊 還要看到 也不讓你看 我記得當時 有 一批 英國的 剪片師 在剪業室 正在剪師 中英合作 那些 那些 片 那我就 找一個機會 就是 偷師 走去 那個 戰業師 背脊 他在那裡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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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頭剪 他那裡剪 他把工作 他促進去 他不讓你學 那時候 外國人 都會不會叫做 教室徒 武師 對 又不想你學 當然 那一年 真的 大同一無所有 學 你是不是你從70年進去 當年 70年 我不讓你知我多少歲 我記得當時月薪是300元的工資 300元的工資我給了200元的家 剩下100元 100元大概有60元拿去看電影 當時沒什麼學到 不告訴你哪裏錯 不告訴你怎樣剪 只是按些膠水 那時是菲林 按剪的膊子按得緊不緊 他走過來看一看 一拔掉掉了 他不說話 就繼續 按就拔掉 如此者般差不多六個月 給張哲導演看 大壞大壞 我拍這個鏡頭 我要介紹新人的父親 妙想發財 有啊有啊 是徐克導演拍的 有啊